大家好,母親節快到了,今次想和大家說一下如何摺摺這種心 心裏面有一本書,你可以留個訊息給我,媽媽也不錯 首先,用一張紙,摺到這些痕,大約約約約摺給大家看 這個心就要摺很多條痕,然後才可以幫你摺到整個心 所以這些步驟是必須的 你看到我對摺再對摺,現在有四條痕 然後打開,再摺十字,再對摺打開,然後在這個位置摺上去 這個到時就會是心形的尖位 摺痕的時候,記住,最好用指甲刮一刮邊 讓它變得更實,摺的時候會比較容易反暗 現在就摺一摺給大家看,首先我反了大約四分一的位置上去 記得有顏色那邊就在表面的,現在只摺了百分一的位置,反過去了,這裡 然後摺到三角位置,然後摺著三角位 然後反出來,在這三角形的位置就押進去 这就是深的背部 现在凸凸出来的白色将会摺成一本书 在中间的位置压下去 然后在这个位置压下去 第二边都是同样的位置压下去 有三个形象的 记住压好线 接下来就比较漂亮 就可以左右反了 然后上面这一条边就拉下来 反过去第二边 也是上面那条边拉下来 这个步骤之后 现在我做这个步骤就较为复杂的 所以你就要看清楚了 在这里一格 这个位置压下去 像摺着船那样压下去 这里把这边拉下来 跟着边边拉下来 对方的角位 好 接着边一边 反过去第二边也是这样摺 对同一个位置压下去 因为位置比较厚,所以摘得比较好 摘好两边之后到中间 中间这个位置摘起来 然后像刚才那样压的 不是,这里是中间 对,先摘到旁边 不要有所谓的步骤 有时摘中间,有时摘到旁边 这些也没所谓的 先摘到旁边 这里就是书的头版 第一版和最后的版 接着到中间 中间的位置 把手指押进去 然后反过来 那就是一本书 把手指押进去 最难的步骤都过去了 那现在就是摘到旁边的 衣服就可以了 把这个位置摘到旁边 摘到旁边 对,摘到旁边 然后摘到旁边 然后摘到旁边的 然后摘到旁边的 再摘到旁边的 最后的步骤 再摘到旁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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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摘到旁边的